有我呢 怎么能不小心 小棠 晚上有安排吗 我们公司 正好有一个小的庆功宴 一起过来 我 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都是主播圈的同事 正好借机多认识一些人 有我呢 哎 怎么能不小心 邱老师 不好意思啊 马上我就不去了 那我先走了 唐的琪 帮我收一下设备 好 邱老师 好 沈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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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别跟他靠太近了 我怎么闻到了浓浓的醋味啊 我认真的 好了 以后只靠近你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你不觉得我们收起对贵贵的事啊 小慈 小慈 我妈妈 之前的事我不是太清楚我想 小慈 快快走 基地里还有这种地方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他们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训练不会经过这儿 别告诉他们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射击呢 要求巨星会神 两种方法 一种呢 是屏蔽法 还有一种是冥想 之前我用的都是第一种 镜子比赛的时候 试了一下第二种 效果还不错 这样啊 那好像跟这片湖也没什么关系 冥想也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嘛 来 我教你 好 拿着 你的手可不能动坏了 我帮你暖暖 你暖暖反正 不生气了吧 有我这么暖心的女朋友 你还生气的话 那 只能放弃了 我熟了 这回 真不生气了吧 嗯 小慈 小慈你给我站住 你闹什么别扭呢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们直接就不合适 之前提的角力关系 我们试过了 但出现了问题 所以要及时终止 游戏结束了 明白吗 游戏是两个人玩的 凭什么你说结束就结束 你觉得我现在可爱吗 说实在的 有点咄咄逼人 可这就是大部分时间的我 大部分时间的我 固执 矫情 甚至不敬人情 根本不是你口中受的 那个一眼看过去 很舒服的姑娘 我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我没办法强求你去接受 所以我要趁早放你走 虽然你没有强求我接受 但是你单方面 让我停止游戏 这也是一种强求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呢 不管成长环境 还是心理层面 我们之间没办法去 差距就是用来追赶的 打一开始我就说过 小慈 我要追你 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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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样 小慈 小慈 你等我一下 你有完没完 小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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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啊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崴了脚 你怎么在这 我路过呀 你要不要去医务室处理一下 不用 还是我们小主播会照顾人 小主播 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小慈莫名其妙跟我划分界限 我该怎么办啊 这我可帮不了你 小慈怎么想的 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再不追上去 连当面问的机会都没了 有道理啊 我先走了 小心点 快点 果然不是每个人的醋都吃吗 不过为什么他会对徐老师 那么有意见呢 沈青人 刺猬 刺猬 好可爱啊 小心他扎你 你看他像不像你 你看他现在生气的样子 明明更像你 我们养他吧 宿舍养不了 那这附近也没有什么吃的 而且你最近都在宿舍 放家里也没人管 说得也是啊 要不这样吧 我这几天呢 给你买个保温箱 然后每天来喂你一次 今天的份 只有冬枣他会吃吗 你试试 刺猬 给你 我也饿了 嗯 你们俩一起吃 一起吃饭去啊 我就不去了吧 我还有视频要整理 你先去吧 好 吃吧 顺来 顺来 感谢观看